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人音有本无所聚 数音有根不动摇 大家好我是任俊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呢 加均股价指数的部分呢 目前盘中还在一个平盘附近之间 做震荡整理 那成交量呢 还是维持在3000多亿元的水准 那今天呢 我的测标其实跟上礼拜五的状况是一样的 就是BIOS呢 它已经来到一个过热的阶段了 所以呢 你在这边的操作 我觉得你要稍微停看听一下 那整个多头的格局 就是台北股票市场的多方格局 它不会改变 那我也是目前为止 我都还是做多哦 只是说 我们的操作原则里面啊 就有一个四个字嘛 叫做低买 然后高卖 对不对 那如果说 现在行情来到一个过度热观 或者是来到一个贪婪的极限的时候啊 其实我觉得等待一下啊 也不会 并不是一件坏事哦 尤其是到10号嘛 因为上个礼拜五已经来到一个10号了 礼拜六 礼拜天10号 今天11号 那有很多的公司他们在公布营收 那这个营收公布出来之后啊 其实法人也必须要去重新的去审视一下 去review一下他现在持股上的状况 是不是跟他原本所预估的 所评估的方向是一样的哦 那如果说有一些族群他股价涨多了 他已经来到相对高档的区间的时候啊 那反而哦 股价现在来讲就变成有一个高估的一个状况了 所以呢 你昨天可以看到一则新闻啊 就是华尔街的日报哦 他居然在市井就是说 台湾啊 韩国啊 印度股市啊 已经涨势有点过猛的一个状况哦 因为热情的效应嘛 带动起来就是 整个 包括在台湾啊 包括韩国啊 这整个涨势都相当的 这波涨势都相当的凶猛哦 可是呢 当我的股价已经来到一个相对高档区域的时候 也是有人开始告诉你 真的已经有点过热的讯号发生 那过热并不是坏事啦 因为你只要让他稍微修正一下 这些热钱没有离开 当然未来还有创新高的空间 但是呢 如果他在回档的过程 我们买的位置不对啊 变成说他在洗盘 一把你一个洗盘的一个动作 或者是一个回档的动作的话 你就会撑不住了 那你撑不住的话 就算这档股票未来再创新高 对你来讲哦 就反而怎样 你会看着股价在涨 可是你在中间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已经被停损掉了 所以呢 股市就是这样啊 就像一个天平一样 有没有 永远在贪婪跟恐惧之间去做摆档 那最好的买点啊 往往都是在大恐惧的时候 当大家都不想买股票 当每一个人都害怕的时候 这个位置点是最好的一个买点 那反过来你现在的 以现在的台股的状况来看啊 我问同学现在是贪婪还是恐惧 如果说今天加权股价指数里面充满了贪婪的一个意味存在的话 那下一次你要见到的就是一个恐惧的一个来临 所以呢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去做评估 其实你可以看到啊 就是加权股价指数的BIOS指标嘛 那BIOS指标每一次来到高档的时候 它都必须来去做一个回撤的一个修正啊 所以所有的乖离它都会做收敛的情况下 以现在乖离这么大 如果未来才开始去做收敛 就算多方趋势没有改变很多的个股 你用追加的方式 那相对来讲 你可能追在一个相对高的一个位置 那不管是任何一档股票 其实我讲难听点 就算是护国神山都一样 我当时在买这个台积电的时候 甚至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每一次台积电来到一个最佳的买点 其实我都可以观察的出来 300块钱的台积电可以买 400块钱的台积电可以买 500块钱的台积电也可以买 重点不是在于台积电的股价 而是在于说它有没有经过一个利空 来去做一个洗礼的一个动作 包括就是说去年5月 我说台积电那时候重挫2% 盘中大跌2% 台积电能够跌2%算是个满多的一个水位 那当时台积电的290元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说它是低估的 它太便宜了 可是你有发现到吗 我在跟大家讲台积电很便宜 不是在它的股价上的问题 而是在当时有很多的利空 包括华为的部分 中美贸易大战直接封锁华为 华为被封锁之后 台积电没办法再接华为的订单了 所以怎样 所以那时候股价就跌下来了 但是跌下来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评估方式 我说以它的价值面来看 第一季EPS 那时候第一季EPS公告出来是4.5亿 那我说以它的毛利50%来影响 再加上华为的影响 你把它算进来 全年的EPS大概在17.6到 最差的情况下 大概到16块钱左右 所以我说就算是台积电 它受到华为影响 其实不会太大啦 真的不会太大 所以当你看到有利空在做袭击 台积电来到290块 我跟你讲那个地方 你要勇敢的用力的下去 做一个布局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买到290块钱的台积电 你现在来看 这个价位好像回不去了 那个290块钱的价位 已经回不去了 同样的取而代之的 当你现在看到的叫做满满的利多 包括了英特尔 它准备要做转单 英特尔新这个7奈米的制程弄不出来 甚至未来它必须把这个3奈米跟4奈米的制程 外包出来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在谈 每一个人都在讲什么 台积电会有转单的效应 所以当大家都在谈台积电转单效应的时候 我们就要回归回来 用同样的模式去评估它 到底有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从12月份的营收来看 其实台积电它维持一个年增13%的水位 但是重点不在于它年增多少 而是它比它的11月份来得要低一些些 来得要低一些 如果真的有转单效应的发生 如果真的现在台积电要拿到这个订单的话 以它现在的水位来讲 为什么会比11月还要下降 这个就是我现在看到的一个问题点 如果现在台积电它的产能全部满载了 那你说你要再增加它的营收的话 那你要从哪里出发 调高它的产能嘛 所以除非未来台积电它的产能开始 又开始出现增加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营收才有办法再出现一个 大幅成长的一个机会 所以当我看到这些利多的时候 跟我当时看到这些利空的想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当你看到华为利空 我告诉你台积电可以买 可是当你看到的intel的转单效应的时候 我觉得台积电你要买 你要稍等一下 等到那个时机点来的时候 我自然会告诉你说 什么价位是可以入手的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运达同步核心抽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旺谷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坊间各式各样的课程 不论是投资 或者是投机的一大堆 你根本无从选择 甚至会盲目的跟担 大部分的人甚至会怀疑 在股市中获利 必须先学会一大堆 看不懂的线形图表 需要分析大量的财报数据 甚至还会担心遇到内线交易 股市被财团外资操控 散户只有被坑杀的份 吓得不敢进场做投资 我将我过去的经验 以及国家认证的专业分析 整理一套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系统 并利用孙子兵法当中 道天地将法之间的哲理 告诉你外资法人 他们所不敢说的秘密 你会发现 这将巧妙的反应在股市的生态当中 股市运作的原理 只要掌握其中顺势而为 学会这套技巧 股市对你来说 是一个源源不绝的巨宝盆 小资理财也会变得非常容易哦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加入我们吧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 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改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1点到11点半 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身为一个所谓的市场上的一个专家 当然在股市这么热的情况下 一定会每天告诉你 赶快买股票 然后赶快去追 现在有很多的股票 你今天不买明天就会更贵 可是前提是 我们正常的一个操作 或者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操盘手的话 你应该很明白一件事情 叫做我的股票必须要买在一个相对低档的位置 那你只有低买 未来才有一个高卖的一个机会 风险上面控制好了 你未来利润自然它就会产生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不变的原则跟一个真理 盛极而衰 匹极而泰来 所以正在市场上面有一些所谓的专家们 其实他们已经在提出一些警告了 但是这个警告对你来讲 可能你会看到股市这么热的情况下 被贪婪给迷惑住了 包括杨先生 杨金龙先生 这是样行的总裁 他在1月4号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做一个市井的动作了 他跟大家讲说 经济跟金融已经开始出现一个脱钩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跟大家会常讲 把科斯托兰尼的狗与人的理论拿出来说 狗它会不断地在一个区间之内做摆档 可是人会往同样一个方向来去做一个前进 有时候摆档的过快就是长得太多的时候 自然它会去做一个修正 简单来讲 这个狗与人的理论里面 我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指标 就叫BIOS指标 BIOS指标每一次说 它来到高档的时候 它可能会来去做一个修正的动作 每一次来到高档 就开始做一个修正的动作 但是整体的多方趋势没有改变 在你在修正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标的 其实它的跌幅跟它的速度 都蛮惊人的 都是相当惊人的 指数有了台积电在做撑盘 可是最终 最终行情真正要落底的 还是要等待台积电重挫的那一刻 所以养标股才能够赚到行情 买期涨不要去用追涨的方式 你这买期涨不追涨 你才能在股票市场里面 取得一个长期而稳健的一个正报酬 现在行情过热的情况下 我们的操作偏向于短线进出为主 因为就算它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就算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今天来到580块钱 那未来一定会创高 这不用讲 台积电以它现在的价值来讲 真的还是算低估 还是 未来还是有创新高的空间 可是如果你买的点位不对 你每一次都买在那个BIOS 已经来到高档了 比如像说 之前BIOS来到高档的这个位置点上面 冲下去买啊 那你买到这个位置点上面 它开始去做回撤的时候 就算未来有在创新高的空间 你在这个回撤的过程当中 你已经受不了了 就连台积电都一样哦同学 所以我说 什么时机点应该买股票 什么时机点 你应该要保留现金 去等待一个时机点 我觉得 要能够做到资金上的控管 然后把风险控管得非常好 在股票市场里面 才能取得一个长期而稳健的一个正报酬 所以我认为 现在台积电呢 它的营收 已经开始出现一个高原期 那未来的成长率呢 要再继续攀升上去 那你就必须要等待什么 等待它很多 正在新建的厂房 包括在美国 包括在日本 甚至在南科的这些厂房 陆续完工的情况下 未来才有再往上去成长的一个空间 所以短期之内 大家稍微冷静一下 但是有一些族群 你可以特别的留意 因为台积电 它今年一定会加大资本支出的力导 所以这些加大资本支出的时候 会带动一些设备厂的需求开始起来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推荐 我跟大家讲的一档股票啊 我说台积电的供应链里面 你要看嘛 3413的金鼎今天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对不对 它再创新高了 那我在底部的时候 在这个位阶点上面 跟大家讲说 它被低估 它确实被低估 强势股拉回跌破月线 走一个量缩 量缩回档 今天继续涨上来 创下一个波段的新高 已经突破之前的高点了 所以你的买点是对的 自然你不会在 行情震荡整理过程当中 你被洗掉嘛 那我说 你买在那个相对低档的位置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 自然会无穷大 这是我一个操作上面 不变的原则 那同样的 有一些个股啊 它如果说 开始出现一个 资金触涌的情况下 那它很快速的涨上来 它也会很快速的 去做一个回档 那这种操作这种股票呢 你的节奏上面 就要以快来去做因应 包括我在12月25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谈 我说 有一些个股 有买盘 有资金在做布局的一个动作 可是这些买盘跟资金 它们是流动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 它们的结构嘛 12月25号那天 我公布了所有的讯息 我说 我买了四档股票 退了一档 然后呢 四档股票里面有三档股票 是亮跟涨停板的 这其中包括了太阳人的族群 包括了电池的族群 这个我之前都跟大家谈过 对不对 那我在买的时候 我也不会背离我的原则 第一件事情 它有没有经过量缩回挡 如果它有经过量缩回挡 量占比开始出现攀升 我觉得这个叫做 准备要做攻击的一个机会出来了 那你有看到 整个结构性上的转变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 自然会无穷大 所以我跌下来的空间比较少 但是呢 我涨上去的空间比较大 那对我来讲 胜率自然会把它提高上来 所以我在买它的时候 一样啊 我说攻击量能出来 先买69.9元成交 70.3元买进69.9元 Everybody都买到了 买完了之后 当天直接大涨了七八盘中 一度来到亮灯涨停 可是呢 隔天它在创新高的时候 我就把它出掉了 因为我知道 像这种快速攻击的股票啊 它最多就一天两天的涨幅而已 它最多就一天两天 那就算它跌下来了 同学你也不要再去做介入一个动作 因为趋势它一旦出现一个改变 甚至说很多人在高档 已经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那接下来去接手的人 它是看什么 看它回档 但是它回档 未来整理的时间 如果非常长的情况下 如果遇到大盘开始去做回落 那它相对来讲 伤害的幅度就会很大 所以你看到 又是七七的安吉 今天在创一个波段的行李 它跌破了哪里 跌破月均线的支撑 所以我当时买在这个位置 上来之后 连续两天攻高上来 创新高做了获利了结 然后最近就开始怎样 开始震荡整理了嘛 所以这个叫做操作的节奏 快速的去做因应的一个动作嘛 包括就是说 我当时除了安吉以外 卖完了之后 甚至我告诉大家说 电池的部分你要买的叫做 美奇马对不对 因为资金正在做转入 我买这种股票 量占比600来到30 我这本横盘整理的突破 向下空间有限向上获利 自然会无穷大 所以我买完 我告诉你 我在这个地方下去买 相对来讲风险性比较小 而且比较安全 所以我买完了之后 我觉得一档还不够 我把康普一起买进来了 两档股票一起下去做布决动作 因为他们的走势一模模一样样 量缩回档继续涨 量占比从950来到160 这个资金开始去做大幅转入 攻击量人出来嘛 所以两档股票一起买 一个叫做美奇马 66块钱买进 65.7元成交 当天直接来到亮灯涨停板 来到67.8%嘛 那康普也是一样啊 量占比开始出现大幅翻身 买进去 66元市价买进 66元成交有没有 当天买完66块钱在这个地方 买完之后一样来到亮灯涨停板 当天就赚了4.9% 可是隔天再开高 马上去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赚了6.71 隔天再开高 创新高 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要买就两档一起买 要卖就两档一起买 所以呢 同样的模式你看哦 康普他也赚了11个percent 所以两档股票卖完了之后 后面有在创新高啊 可是就我的角度来讲 我取得我该有的报酬就好了 如果我像其他的专家一样 继续把这一档股票继续留着 47.21的美琪嘛 你有看到啦 当我卖完 卖在这个位阶点哦 卖完了之后后面冲不上去了 他冲不上去了 因为资金他已经做了获利了结的动作 我们跟着主力跑掉了 那主力呢 他已经出完了 你觉得他会很快速的把他买回来吗 当然就不会了嘛 甚至4739的康普也是一样嘛 也是一样嘛 隔天开高 当天亮灯涨停满 隔天开高出来 卖完了之后 现在也是在做月线上的回撤啊 因为BICE来到高点 我该赚的我都赚到了 那剩下的就给别人啊 都给人去啊 就给他了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操作的原则嘛 你一定要有资金的量能去拱他 那主力他们在做调整 在做换股 有时候他会布局一些标的 可是不变的前提叫做买在起涨的位置 养标股他才能够赚到大的行情 所以在这个危阶点上面我不急啊 真的 那你看到指数在大涨的时候 你也可以发现啊 像类似康普这样的标的 其实呢他已经开始去做回档了 他已经开始去做回撤 那这不就是跟这个所谓的 杨总裁他所讲的一样吗 现在的金融市场跟实际上的经济面 已经开始有点脱钩的现象了 那有一些个股 他如果不具备基本面的表现啊 怎么上去 他未来就会怎么下来 所以你的操作上面 TEMPO一定要把它准 一定要把它Ready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现在最重要的 把资金保留起来 有一些个股啊 比如像说他已经出现高档爆量长黑的 或者是说大盘现在还没有跌破于月线 可是呢 他整体的趋势已经开始转弱了 这个你就要特别的当心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有一个族群最近非常的弱势 那个叫做镜头的族群 包括3008大力光 大盘都还在月线之上 大力光他已经一直往月线下方去怎样 去跌破 所以呢 当我的大力光上不来 自然会带动了玉金光怎样 一起往下跌 大盘在创新高呢 可是玉金光他已经破底了 他已经在做破底的一个动作了 那居然大力光玉金光都非常的弱势 那我同学我问你 是不是反映出一件事情来 叫做整个华为的影响 其实已经开始在出现了 以前包括大力光出货给华为 玉金光他也可以出货给华为对不对 可是呢 现在大力光他的华为的货断掉了 他没有办法再出货给华为 影响到整体的营收跟获利 高阶制程的镜头他出不掉了 那他要开始去往下去做强势的时候 也会影响到就是二线的厂商 包括玉金光的部分 那指数在创新高啊 但是有一些个股 他已经默默的 悄悄的破底创了新低 那你说镜头不好 难道说整个智慧型手机的产业 甚至他的市场啊没有一个警讯吗 我告诉你同学一定会有的 因为每一台手机他一定要搭载镜头嘛 现在的智慧型手机你没有镜头 怎么叫智慧型手机 所以呢当我的镜头销售不好 其实你可以延伸哦 你可以了解哦 是不是代表整个智慧型手机的市场 已经开始出现一个高档震荡的一个状况了哦 所以在操作上真的不要太急 我们等待一下 当整个利空开始做出现的时候 当有一个正确大幅度回档的时候 才有股票可以下去做一个切入的一个动作 仰镖股赚行情买起涨不要去做追涨的方式哦 现在人家都已经在提醒你哦 包括杨总裁已经告诉你哦 经济跟金融已经脱钩了哦 那华尔街日报呢也开始在提醒你说 热钱堆高高 华尔街日报开始事情 台韩印度股市已经涨势有点太猛了 甚至说外资手上现在的空单 已经从一万口增加到一万五千口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点哦 这是五年来的新高哦 那台积电公布出来的法说会 嗯 礼拜四就要上场了 如果说它的股价都已经反映过了 未来的营收成长率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呢 股价是不是有一个高估的问题哦 所以一切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 都以风险当做最大的一个考量 那你只要不要去做追加的方式 运用我们的方法 仰镖股赚行情 买其涨不要去用追涨的方式哦 自然一样下一个行情来的时候 你可以迎接的到哦 买卖不变的原则 仰镖股赚行情 买其涨不用去做追涨 如果你真的不了解风险 你真的不晓得 就是说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利空 未来去做袭击的话 我建议你现在先把现金拉高 先把现金拉高 等待一个回撤的时机 那你的手中持股 先把它做调整 趁着行情很热的情况下 趁着全市场都在贪婪的 贪婪的这个情况下呢 做好调节 拉高现金 会是对你最大的一个帮助哦 那感谢大家 记得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势力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投资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坊间各式各样的课程 不论是投资 或者是投机的一大堆 你根本无从选择 甚至会盲目地跟担 大部分的人甚至会怀疑 在股市中获利 必须先学会一大堆 看不懂的线形图表 需要分析大量的财报数据 甚至还会担心遇到内线交易 股市被财团外资操控 散户只有被坑杀的份 吓得不敢进场做投资 我将我过去的经验 以及国家认证的专业分析 整理一套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系统 并利用孙子兵法当中 道、天、地、将、法 之间的哲理 告诉你外资法人 他们所不敢说的秘密 你会发现 这将巧妙的反应在 股市的生态当中 股市运作的原理 只要掌握其中顺势而为 学会这套技巧 股市对你来说 是一个源源不绝的聚保盆 小资理财也会变得非常容易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加入我们吧